營營危險的疫情 國中校會有四天開學 各餘政府利用開學進行 加強學校的消毒 這間管理有翁張良 全都隨從國小來了解 學校的風力出師 以及營營疫情SOP處理的流程 學生發燒的情況 我們會有一個隔離的空間 讓他先暫時坐在那邊 讓我們相互來照顧 那另外呢 會在各班級 有一些影片 還有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都會做相關的一個新冠肺炎宣導 學校的組織裡面的防疫小組 包括所有物資的籌備 包括所有的教室跟所有的餐飲 這一部分的準備 那整個都做好防疫的相關的措施 那包括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那處理的SOP是什麼 都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我認為台灣的防疫成功不是一個偶然 它是一個正確的指導 包括國民的配合 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那我特別要求我們學校 應該把這樣的一個教育落實 它不只是防治 防治的本身也是教育工作 王長良只是環保教 有這航空公共庫遊的環境消毒之外 也要求學校要落實上課空間 以及交通車清潔消毒 也請老師要防護核心 在處理要做好組織的健康管理 主動關心核心的健康狀況 方約十歲不能放鬆 記得旁邊給大家觀察 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